這個觀音像 對 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它外圍是亮眼像放光 這個其實是平常 爸爸帶在身上保平安的 因為爸爸之前身體不太好 然後媽媽就是有點 擔憂他的身體 所以就是買了一個這個觀音 是 買了多少年了 大概十年吧 十幾年了 多少錢的時候買 應該差不多就十萬 大約十萬左右 我看爸爸現在笑得很開心 很健康 應該是這個觀音隱障 真的 爸爸現在身體 就是狀態都很穩定這樣子 是 而且太太真的很健康 而且我覺得心情很重要 所以他那時候 喜歡古董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就讓他去做他想要做的事 喜歡的事 他就會開心 你就是喜歡買包包嗎 喜歡幹嘛 化妝品 那我們就開心快樂 那時候就讓他 我爸爸是那種起床的時候 你會看到拿刷子 拿著抹布在那邊 擦那個他的寶物 然後他是何不容嘴 這樣一直笑 那就很好啊 對不對 就起了作用啦 讓他開心的作用啦 這個男人要開心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每天都要在外面打拼 賺錢 對不對 然後回來家裡面呢 還得要把笑容拿出來 對 是不是 這個就很難了 是不是 然後男人唯一可以開心的 就是幾個好朋友聚一下 聊一下 泡個茶 然後談一下當兵的事 那邊一講 我跟你講一談當兵 談三個小時 是 絕對的 別的沒得談 對 所以男人很命苦啊 對不對 女人的話 哇 東加長 西加長 怎麼都能輸啊 每天都換新體財 真的 男人談了半天 還是在當兵 還是他那天當兵的時候 我說沒有別的可以談了嗎 對不對 廖老師 這個物件跟前面的珠寶 是同一家珠寶店嗎 不一樣 珠寶是媽媽的那個朋友 對 然後 是嗎 是同一個嗎 同一個 那還可以找得到人喔 怎麼說 怎麼了 妳有沒有看過翡翠長這個樣子 顏色比較深 但是這個如果是真的翡翠的話 叫情水藍 情水藍 綠帶藍 這樣講得好緊張喔 你看喔 這藍水的 就是情水藍 它長這個樣子 它那個光線非常的好 含水量很夠 對 但是另外有一種 我們一般講瓜料 在內地叫微料 跟那個翡翠 你如果是鑑定起來的話 它也是A貨喔 那瓜麗瑪拉也叫翡翠 那你看什麼料 如果是這個物件的話 瓜麗瑪拉可能一個 台幣大概四千塊 你先回家 這個不要聽 但是如果是緬甸的 那它就貴了喔 價格不一樣喔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是有作用 可以讓身體健康的 但是價值是多少 今天鑑定了才知道 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來 趕緊來評估一下囉 請見價 八千元 好緊張喔 這個這麼快 太大了吧 好帥耶 這個很漂亮耶 剛剛前面一切都很美好 不是嗎 對啊 這個很漂亮耶 我爸爸很喜歡這一個 尤其靜宜喔 妳在這個主持節目這麼久了 妳用手癲癲看 她很輕 妳用手癲癲看 我就是被前面這些東西 給蒙蔽 妳手拿來看 是不是沒有手感 很輕 我跟你講我就是被前面 這一批這些東西 對 給蒙蔽了雙眼 對 妳覺得怎麼看 妳就會覺得 這一路都厲害 這一定沒有問題 這個價錢也太... 很多人買到這種東西 都以為是翡翠 這就是瓜地馬拉的翡翠 我不能接受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如果是翡翠都是像這麼重 不會那麼輕啦 所以它的密度是不夠的 雖然看起來顏色還不錯 但它就帶那個藍色 帶點藍色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大家要小心 要小心 所以買東西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是 不過如果你覺得它有那種 保佑 保佑你的法力的話 我覺得都無所謂 是 安慰的 安慰的這個性質比較強大 是 我跟你講 說到重 下一個物件 超級重 我們一起過來... 我請高智 待會兒也要過來 好 高智 你幫我來這一邊 因為這個物件呢 我們剛剛已經試過了 一個人是搬不動的 得兩個人才有辦法 這個當初就是 製作台灣說要搬來的時候 我們猶豫了很久 因為那個搬不太動 因為要請搬家公司幫忙 對 但是它可以分成兩個 對 它上面跟下面 是可以分開的 然後這個呢 是爸爸的朋友 那時候周轉比較急 對 然後就跟他說幫幫忙 所以爸爸就買了這個東西回家 但其實爸爸也很想知道 這個東西是什麼 然後大概多少錢 那時候周轉了多少現金 跟爸爸周轉多少現金 那個朋友 十萬塊 他有沒有說這是老賤啊 還是說那個年代久遠啊 他說老賤啊 他有說多久以前的嗎 什麼清朝啊 還是什麼 他有說嗎 沒有講 但是我們剛剛拿真的很沉喔 請老闆 這字有想要拿下來嗎 不用吧 這是八千啊 不是 就是我們那個部長 要練一下手臂 因為我們說很重 大家 觀眾朋友不知道 他到底有多重嗎 考驗高智的時候 高智 我們這個羅拉爸爸正在看 他需要羅拉找一個 有肩膀有力量的男人 好 來 我們先 這就是考驗題了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弄清楚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啊 這到底是什麼 是 是 這是幹嘛的 對 這我要跟大家講 這是插瓶 插瓶 插瓶是幹嘛的呢 插瓶呢 是文房八寶之一 文房八寶有什麼呢 筆焰指墨 這些東西都是文房 對不對 插瓶是放在按機上 就是書桌上 對 的一個裝飾瓶 這個裝飾瓶不是只有裝飾喔 還有很多的用途 最大的用途就是 要遮蓋一下主人寫的東西 比如說在考試的時候 考試的時候 你不喜歡別人偷看你的 你會怎麼做 擋住 對 插瓶就是拿來掩飾 我剛才寫什麼東西 剛好有客人來拜訪對不對 你這個都來不及收 所以他有個插瓶擋一下 所以插瓶有很多的資料 有漆器的 有刻思的 有木雕的 那這個是銅雕的 這個就更貴重了 銅雕的 然後上面還有流金 流金耶 然後正面是琴棋書畫 背面是八仙過海 是 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兩面不一樣圖 是 而且像這一類的東西 那不可能是現在用 對 因為現在用電腦嘛 一蓋就知道 就看不到了嘛 對 所以插瓶 在過去而言 文房一定要有的東西 我們來看 它這個是銅的 石心的 你要看它是怎麼做出來的 是 你看 整個的摸起來 它的光滑面 對 如果是柱的 對 它沒有這麼光滑 所以它經過慢慢的 慢慢的磨 慢慢的磨 才磨成這樣 好 所以很棒 這個東西很棒 我們也請那個高智部長 高智 你的時間到了 加油 馬上呼吸 是哪裡 你把它拿起來以後 這個圓的這一塊 轉個面 好不好 讓大家看一下那個 很重喔 你確定嗎 真的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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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絕對不是木雕 絕對不是 可以嗎 等一下 可以嗎 這個應該會有十公斤吧 我覺得不值喔 這個很重 這邊你看有八仙過寒 這絕對不是做效果 八仙過寒 所以這個差評 我可以這樣講 現階段 這個真的很難得 這也是你爸爸泡茶來的嗎 是嗎 朋友跟他周轉十萬 周轉十萬 也是因為去泡茶 才遇到朋友嘛 他只說這老賤 然後就跟他周轉 反正他真的每次回家 都會帶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回來 對 所以 所以 然後這個又是最重的一件 去泡茶這件事情要考慮一下 真的 每次泡茶都帶東西回來 對 要比大賤的對不對 來評估一下 這個差評值多少錢 這個爸爸很緊張 我知道 因為一直不知道價值嘛 對不對 所以爸爸聽好了 好 來 請見價 恭喜 恭喜 立刻年輕十五歲 非常難得 加差十五萬耶 好像剛剛那個補回來了 開心喔 真的 這是一個翻砂 但是用手工去打磨的 打磨成什麼呢 打磨成這麼光滑 銅可以打磨成這麼光滑 這個很難得 尤其在流金的這個 加工方面 也是一個很難得的部分 你看它有突出面 可是它把流金的這個部分 把它塗得很均勻 看起來很立體 對不對 很棒 真的耶 好 恭喜 恭喜耶 而且我發現 今天是羅拉 爸爸陪你來錄影對不對 對 下一次我覺得 就是讓爸爸站在那兒 你跟著爸爸一塊 因為爸爸還有很多東西 我想親耳聽 他講他的寶物故事 爸爸家裡有很多 泡茶帶回去的東西 下次就歡迎 您跟羅拉一起來囉 好不好 謝謝 恭喜您 謝謝 謝謝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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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發通告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